我應該不會主動買月餅 家裡有我才會吃 我覺得自己買回來 類似我當作零食 我就未必買 因為中秋節對我來說 不是我最喜歡的節日 其實月餅純粹是應節 所以吃一下 我不覺得它特別好吃 或者特別吸引到我 所以我也不會特地去買 每年農曆8月15日就是中秋節 但是每年大家都會問 今年中秋節是何時 今時今日 看西力多過農曆 關心哪日放假多過齊齊整整吃月餅 甚至聲一句中秋節快樂 更多過親口說 對年輕一代來說 中秋節其實代表著甚麼 我覺得中秋節是 可以給家人團圓的一個節日 我覺得有中秋這件事 你就可以有一個時間 可以和家人休息一下 一起欣賞一下月亮或者你想看的東西 相對吃月餅和聊聊天 羊肚有些人不吃或者不能吃 燈籠小時候才會玩 大過就少一點 所以只有月餅是從小到大 都是會吃一個最代表中秋節的東西 這些傳統的可能小時候 都還會期待吃月餅玩燈籠 但是其實慢慢大過後 就會覺得悶了會厭了 吃月餅玩燈籠猜燈迷 時而世易 不少中秋節的傳統習俗 已經由所改變或者逐漸消失 為了令當中文化仍然能夠得以承傳 有心人決定以創意 在現代潮流中 為傳統文化帶來一份新意 我是Nicole 我是大安茶冰廳的Head pastry chef 我想我自己就是在老一輩 和新派中間的我自己 我自己對於某些節日都會覺得 應該要和家人過 要去慶祝 但可能對於再小的那一輩 他們就會覺得 跟朋友出去玩 或者都沒有什麼特別 我都會想藉著我們的甜品 去保留一些香港鮮有的文化 譬如去上月、猜燈迷、吃月餅等 但如果再推出一些很舊的味道 例如照出彈簧蓮蓉 可能現在的人要健康 他們可能會覺得 這麼胖就不吃了 可能我們就會出一些新潮的味道 去吸引年輕一輩 去買來試一下 然後就可能再介紹背後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些食品 或者在這個節日上 你可以和家人一起做些什麼 都想有些保育文化的意味 傳統文化 小至月餅厚味 大致冰廳經營 從來都並非一成不變 要活化、要延續 他們都很清楚 必須與時並進 這間店是一間超過50年歷史的茶冰廳 但上一手老闆 因為年紀大 或者其他因素 就移民了 剛好我老闆對於舊式 港式文化很有興趣 他就很想保留這件事 舊一代茶冰廳的文化 你看到我們今次的口味有番薯糖水 有黑芝麻流心湯丸 和粟米紀念湯 為什麼會選擇這三種口味呢 因為中秋節我們香港人很流行 團團圓圓 會吃湯丸 所以就選擇了這個 黑芝麻流心湯丸 番薯糖水 也是一個很標準 很本地的糖水的味道 可能人們一聽到 番薯糖水 就想起很港式 粟米紀念湯 都是舊式一些 茶餐廳 或者西餐廳都會喝到的 還有在月餅的產品上 比較少見這些口味 近年 中秋月餅款款獨特 創新口味層出不窮 的確為傳統節日 帶來點點新意 不過 又是否吸引到年輕一代的目光呢 究竟怎樣的中秋節 才可以贏得年輕人的喜愛 時至今日 中秋節的存在價值 又是些什麼呢 其實中秋放假一定會很開心 你說你有個時間 但中秋最重要的是 我想到這個時間 我可以有這個機會 去跟家人吃飯 聚在一起 但如果是 他那天不是說是中秋 可能他就是普通放日假 就未必會了 每年都有吃月餅 從小到大都有 應該將來都有 如果有一年 突然沒了會很不適應 那我小時候 就會覺得是 應下節 可能借一些意食 甜食 這樣 到大的時候 可能是透過這件事 去跟家人聚在一起 我想用我自己厲害的東西 去做少少保育 保育舊一代的一些文化 因為很多以前的東西 開始慢慢慢慢沒有 不想以前小時候 舊香港八九十年代的東西 越來越少 越來越沒有 我不想到可能我們的下一代 或者是再新一代 完全不知道香港最輝煌 或者是最豐富 最精彩的年代的東西 我不想去到之後就沒有了 願意認識再深入了解 是承傳文化的關鍵 無論社會面貌如何改變 只要年輕一代 認識到傳統習俗的特色 再了解到背後文化的重要 相信每個人都會努力保護它 我反而覺得中秋節月餅 不是那麼重要 即角色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跟家人有團聚 所以我說中秋 給我感覺很重要的是 我感受到我周圍的家人 還在 我覺得這個節日挺特別 你愛國沒有這樣的傳統 只有這裡才獨有的節日 小孩子其實挺開心 我覺得下去玩燈籠那些 好過現在所有活動都變成 在家看著電腦或者打機 我還想他們會期待 可以晚上出去玩的機會 那就要看看我們這一代人 勞不勞力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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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wildly 感谢观看